与你的内心建立连接,找到人生的热情和意义,这里是内在觉知分享事。 跟之前如果还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呢,我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我现在是一位人生教练,专注于帮助大家,尤其是年轻人们通过与自己的内心建立连接,来找到生活和工作中的热情,以及生活的意义。 所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希望可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人生教练这个行业,同时呢也会分享很多积极心理学和心理咨询方面的主题。 因为这个我在做人生教练之前也接受过心理咨询师的培训,以及现在的研究生的专业也是积极心理学,所以这三个领域都是我自己非常有热情的领域。 好,介绍了这么多呢,我终于要邀请今天的嘉宾讲话了,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一位好朋友,目前是一位普拉提准教练,罗荣荣,来荣荣,给大家打个招呼做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荣荣,为什么说是准教练呢?因为我现在还正处于在那个普拉提认证教练的培训当中,目前是在中级往高级的阶段去走。 然后宇娟有请我来说,之前有问到我说为什么我会选择说去做这样一个转变,因为我以前也不是说一个专业体效出来的,或者是一个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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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而运动的人。 然后,但是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我这个兴趣是,当时我跟女学认识是在无论戏剧节当志愿者,然后我们没事说的时候,我们就约着一起跑步啊,锻炼啊,训练啊,然后我慢慢发现说,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然后也是,除了工作以外,日常生活以外,它是我那一天就是运动时刻,是我那一天比较高光的时刻。 然后我是觉得说,每天的锻炼真的是能使我自己会,首先是跟我自己有一个对话了,然后也能真正去接触到我自己的思绪,身体,然后在不断的挑战中,能看到自己的改变跟进步。 就是它是真正在lift me up的东西,然后我慢慢在后面的工作,我也会接触到说不同的运动场所,然后他们的创始人里面的教练,然后慢慢我会想说,能不能也从这个我从中受益的东西,然后能让大家也能从中受益。 所以我就挑了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就是普拉提,然后去往专业的方面去走。 所以现在就是成为那个认身教练。 这样讲起来,其实咱们认识的时候还是相当于你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你发现了这个运动这个乐趣。 对,没错。 对,所以我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当时其实就有想到说,健身类教练跟人生商业类教练,虽然不太相关,大家其实可能也可以分得清,但是既然我们都叫教练,那肯定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 所以那时候就找荣荣聊了一次,然后当时我们聊得比较深入的时候,其实发现不仅有一些简单的相似不同,反而会让我自己有一些新的认知。 所以我相信就是这期节目分享给大家也是会有价值的。 对,我觉得是可能大家都会对于就是健身或运动教练更加熟悉。 一听到教练就会想到说运动员或是健身场所的教练,但是对于人生教练这个概念应该是比较的新鲜。 我也是因为认识语权才知道这个行业。 对,的确,就是毕竟其实运动员跟健身教练这些,他们是比较早期嘛,出现的比较早。 然后像我现在即使有的时候跟人家说我在做教练,人生教练的时候,还是会有人跟我说,那你是教瑜伽吗,还是教什么。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必要跟大家聊一聊,让大家更清楚,其实我们做的东西可能有什么不同跟相似的地方。 那我觉得先聊一下就是我们的工作具体是在做什么吧,让大家比较了解。 但是这边我想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毕竟我们两个只能代表我们自己处在的这个人生教练跟普拉提教练这两个比较小范围的行业里面。 所以我们没办法代表所有的人生商业教练以及其他的体育健身类的教练来说话。 对,而且普拉提其实也是那么多的训练方式之中的其中一种而已,然后我也是表达我自己个人的观点,不能代表说所有这一行业里面的人是怎样的。 嗯,那那个,因为我自己其实对普拉提也不是很熟悉,我只是比较了解瑜伽,所以那你不如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普拉提是什么吧。 普拉提其实他是一个人名,他是创办他的那个人,他叫做普拉提·约瑟夫,然后后人为了激恋他,就把他的这种训练方式称之为普拉提,然后普拉提先生最早发明他这一种训练方式的时候是称他为控制学, 然后他从小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小孩子,然后他慢慢在自己这一套就慢慢建立他这个运动方法,运动体系,慢慢首先是增长了他自己的身体的就是好用程度,就他的健康度,或者是身体对于就是神经大脑,对于肌肉,或者是身体各四肢的那种控制能力。 嗯,然后他后来就帮一些商员,然后还有在后面就偏专业一些,就是那种芭蕾舞蹈演员,去帮他们做一些平常,就是他们专业化的一些,支撑他们专业化的一些训练吧。 嗯,然后他的那个,他的那个理念,锻炼的理念就是,人是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核心,然后灵活的脊柱,然后可以去轻松的去活动他们的四肢,嗯,然后他讲求的是一个大脑跟身体的平衡跟统一。 哦,所以他其实也有提到大脑方面,就不单是身体方面的一个训练。 对,没错,没错,因为最后只回关还是大脑。 对,对,我觉得这样我对那个普拉提教练也比较有了解。 那如果还没有听过我们之前第二期节目的朋友们呢,我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人生教练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我用一个官方的定义来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吧,就是人生教练呢,他是与,我们是与客户的伙伴关系, 然后我们是通过启发想法的方式,然后跟一个有创造力的过程来激发客户,让他们可以最大化他们自己,他们个人或者他们专业工作方面的潜能。 所以人生教练跟客户是一种伙伴关系,就是一种陪同的关系。 然后像刚刚荣荣讲到的,我们其实比较相似的点就是我们都在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帮助对方, 不管是在身体方面,还是心理精神方面做出改变,以及他们想要得到的提升,然后达到他们自己想要的目的。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角色呢,就是一个陪伴,鼓励,激励,然后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然后方法这边肯定就会有一些不同了,用这些方法来达到对方想要的结果。 你们是更偏向于就是伙伴的关系,陪伴跟激励,然后我觉得这个还蛮有不一样的地方,像是这种运动的教练, 他们是会激励,但是激励的方式是赋予对方去挑战,然后这样的方法也鼓励他不断地去挑战自己, 然后得到进步,然后更像是,首先是我们的培训里面教导我们的事,我们不能去教一些我们自己不会做的动作, 就不会做的训练,所以是我们的训练水平是要比一般的大众平均水平要高一些, 然后才能是一个是安全,然后一个是教学质量的保证, 就是我们更像是就是领先他们一点点。 对,我觉得这边听起来其实就是真的跟我们还蛮不同的, 就是因为你们是要在这项技术,比如说你是要在普拉提方面是专家的角色, 然后普拉提就是一个硬的技术嘛, 所以你们其实普拉提教练他的重点就是前面的普拉提这个技术要很厉害, 但是像我做的是人生教练嘛,但是我学的呢不是人生, 就我学的其实是后面这个教练技术, 所以这个教练技术它包含的呢就不是硬技术了, 就是不是那种有条例我应该有东西给我, 然后让我去参照一条一条下来怎么做, 它其实都是一些软技能。 所以你们是在人生的范围里面所教练, 然后我们是真正的普拉提前面的那个专项的教练。 对对对对,是的,对,然后这边我觉得可以就是稍微聊几个, 就是我认为我们其实在专注的软技能吧, 国际教练联合会ICF它有一些判断标准, 就是所谓的是有11条核心能力所有教练应该达到的, 比如说里面就会有一条是说你要可以与客户建立很信任的关系, 以及让他觉得有亲切感, 那你要通过用安全的真诚的互相尊重的方式创造这个谈话的环境。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积极有效的倾听, 那这个就是说我不只要听客户在说什么, 我其实还要去关注他没说什么, 或者说他所说的东西潜在的信息是什么, 那有没有如果我感受到他说话里面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的话, 我也要给他事实的反馈给他, 因为就是自己在讲话的时候, 其实你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就没有注意到自己讲的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一旦听到自己在讲什么, 你就会反应过来, 哎,好像我刚刚为什么会讲这句话, 那为什么会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所以你就会起到一个反思, 然后你就会有产生一些新的认知的这个过程,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 就是会问问题的能力, 我们需要问的呢, 就是它会叫powerful question, 就是你要很强大很深入的问题, 这些问题它是为了发掘出对客户自己有用的信息, 然后去激发他的思考, 让他产生一些新的认知, 有了新的认知呢, 才能慢慢的带他去他想要的方向, 就比如说他内心真实的感受啊, 或者他对一些事情很真实的看法, 所以这种问题不是为了让他重复的讲故事, 然后重复的说他已经知道的东西, 所以像刚刚提到这三点, 就真的是一种软技能, 我没有办法, 老师也不会教我们说, 你就只要这么问这么问这么问就好了, 我们是没有这样的东西可以去遵循的, 嗯, 那他如果是回归到训练里面, 其实首先我们都是需要, 就因为他是一个挺私人的服务, 我们都需要去互相建立那个信任, 然后后面你说的那个观察他的一些他的表达, 然后去挖掘后面没有没有说出来的话, 或者是会帮他去做一个就是逻辑的理顺, 我有点像, 就如果是这个是因为他真的是挺软, 就是挺要抽象的, 对, 抽象的, 然后像是如果去到训练里面, 就是看一下他有没有代偿, 然后使用正确的肌肉, 然后观察他的这些动作的轨迹啊, 发力的模式是不是正确的, 然后把他捋顺, 然后也是一个观察, 然后反馈给他, 但是真的是我们是通过眼睛, 然后或者是一些触觉, 对, 能感觉到的, 然后你们是需要聆听, 跟然后大脑去处理, 然后再反馈出来, 对, 对, 更多一些思考, 跟甚至我们其实会用很多知觉的东西, 就是知觉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强大的技术吧, 就是我用我的知觉来感知到他其实可能在哪个方面, 我需要继续去挖掘, 嗯, 那那个知觉是培养出来的吗, 还是有天生的天赋在, 知觉, 我认为首先就是你做这个行业, 你想要跟人聊沟通, 然后想要帮助对方, 其实就可能你已经有一定的天赋, 就是你能感知到对方的, 不管是情绪啊, 你比较敏感对吗, 那当然后天肯定是可以培养的, 就是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是, 就是当我仔细去听, 仔细去听, 然后去思考, 然后去尝试, 就你可能一开始尝试的方向不太对, 但是慢慢随着经验的话, 当然你那个尝试的方向就越来越对了, 嗯, 对, 所以也是有积累在, 然后也有天赋在, 对, 我觉得做任何行业, 我是相信还是多少要有天赋的嘛, 这样的话, 你付出同样的努力, 你就可以得到更大的收获, 因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要帮助大家找到他们的热情跟人生意义, 因为我相信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当你找到你的那个点的时候, 你可能不需要花那么多力气, 就可以做到很好, 然后你还很有动力, 对吧, 整个过程就非常享受, 嗯, 我们有点好题, 对, 对, 所以, 所以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一些相似的点, 就像你刚刚提到, 就你们也会用, 当然也需要建立信任的关系, 然后也需要就是去一些聆听跟观察这些方面, 像这些是你, 你们在那个培训过程中会学到的呢, 还是你自己就是额外要去学习的东西呢? 培训里面其实没有讲到这些具体的要去怎样去做, 我们只会针对说在教学方面, 或者是那个专业技能方面, 要去怎样的做出调整或者是观察这样的, 后来那些软技能就刚刚所说的那些都是需要自己去摸索, 要不就是接受专业的培训, 就另外去找, 然后不在课程里面, 对, 但刚刚听你说起来的确就是它肯定会帮助到你的这个教练的过程, 就这些软技能都是可以, 你额外去学是会对你有很大帮助的, 可以更好地帮到你的学员, 对, 因为始终对象是人, 然后人不只是他的肢体怎样去运动, 而且是他的大脑怎样去指挥他, 他的心理上面有一个什么的引领, 或者是他的障碍, 嗯嗯嗯, 对对, 像我觉得其实类似的, 类似的就是像你们有融合到一点这些我们所谓的软技能嘛, 那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在我这个行业会经常见到就是有一些人生教练, 他其实会去融合一些硬的技术, 就比如有的人他自己就很喜欢冥想, 自己很擅长瑜伽, 他可能以前就是做瑜伽的, 然后当他学了这个教练方面的技术之后呢, 他就觉得说他想要做一个, 比如说有人教自己正念人生教练, 或者是什么健康教练, 就是因为他其实会在他的那个教练过程中去运用到一些很具体的技术, 就像我见过有的教练会在过程中, 比如说开始的时候说跟客户说我们花五分钟先来做一个冥想, 然后这样可以帮助你比如说舒缓心情啊, 然后打开你的思绪啊, 等一下会帮助到我们的谈话, 所以他们其实可以结合, 有一些教练会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结合一些具体的跟身体肢体方面有关的技术, 在他们自己的人生教练的过程里面, 就让我想到就好像一些顶级的运动员, 他们也会请一些performance coach, 就是不只是他们日常那种体能, 或者是技术方面的教练, 而是要帮助他们突破心里面的障碍, 就是他们肢体上的障碍已经是不是最后最高的障碍了, 而是他们的心是怎样的再引领他们再进一步, 所以这方面的融合是对一个人的, 就是能最直接达到他目的, 去朋友帮助, 对对对, 对刚刚就是我们聊的呢, 就是说教练可以怎么样做融合, 然后结合不同的技术来精进我们自己, 然后为客户可以提供更好的帮助, 那我觉得其实从客户角度来看, 也是可以做一个结合的, 就比如说我能想到有的人可能在他先找了一个健身教练,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就是经常就是不想去, 然后很拖延, 然后不想去见这个教练, 甚至之后可能就干脆就算了, 就不要再继续了, 他可能就面临一个动力方面的问题, 那这时候呢就反而如果他有一个人生教练的话, 他可能可以去帮他去分析去挖掘说, 那他怎样可以提升他的动力, 结合他的性格优势啊, 他未来的规划啊, 让他认识到其实他很需要, 甚至是不需要这个健身教练,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方式, 像你有遇到过吗, 就是在你教练的过程中有没有学员就是可能没有很强的动力去找你做普拉提, 确实会有有些偶尔会有一些学员, 他们会觉得说, 哎, 大众都觉得说, 大家都觉得要健康要运动, 然后我就来了, 但是他们并不很明确的知道, 我究竟是来这里是干嘛的, 我的不敌是做什么, 或者是这只是他们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 他们在其他部分, 比如他们工作, 他们的关系里面, 他们可能也是感觉好像很乱, 理不顺, 所有的都是感觉就是卡在那了, 然后有时候有些人怎样去催他去锻炼也没有用, 因为他没有一个内趣力在, 对, 他不知道究竟是他的目的是怎么样, 或者是他想要想去做的东西, 他究竟怎样才能去做, 对, 我想到其实我自己目前的经验里面的确还不少, 就是有的人至少他会花一节口群的过程来跟我讨论, 他就说, 比如他最近找了个健身教练, 但他就是没办法坚持每天运动, 早上就是觉得没有这个动力, 那我们其实就会去讨论到底可能他需要怎样的动力, 到底他为什么当初要请这个教练,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些, 就是来让他可以更好的去达到他自己其实想要的这种健康, 人生的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教练他其实是真的可以, 就作为客户来说, 可能同时拥有这两种教练真的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吧, 就是他在全方位的方面都会有一个就是好的提升跟帮助, 总可以说是运动方面的教练是训练我们的身体, 然后像是人生教练是训练我们的大脑, 然后他们的目的都是让我们所得到就是在这么训练之后, 或是训练过程中得到的认识或者是提升, 然后带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嗯嗯嗯,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好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话题上面聊了很多了, 然后关于普拉提教练跟人生教练有什么区别跟不同, 我相信大家其实应该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概念, 然后如果有哪些问题或者你们感兴趣的点我们没有讲到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其实可以直接在我们各个平台下面留言, 然后我们会去看过, 然后去回复大家,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荣荣接受我的邀请, 然后出现在这个节目上跟我一起做这个讨论, 谢谢雨萱, 优优独播剧场——YK